今天依旧是由小们来到09平台 这一次给大家带来一部小小的视频 小小也是6.83里面一个非常强势的carry英雄 因为他前期VT秒人 伤害特别毒 到了中后期出到A帐什么的 无论是带线牵制还是正面打团都特别的厉害 那到了6.85 09平台这个版本我们实际打下来 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小小这一套伤害 没6.83那么狠了 之前早点出个跳刀VT 就除非你特别肉基本上我都能秒 但这个版本就是除非你特别脆我能秒 稍微肉一点我是真杀不掉你 哪怕是脆皮英雄稍微撑点肉 就这一套就很难把对面杀掉了 而且之前中期搞个引刀 野外找到人破影一击给VT 几乎是秒杀一切 杀了对面就只能抱团 而且不敢打钱 但这个版本的话就属于经常会出现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你引刀找到人你不敢动手 因为你知道你这一套伤害打下去秒不掉人杀不掉这个人 就很容易人没杀到自己还送了 所以这个版本就是打法上有一点小改变 就是到中期之前小小中期就是搞个引刀到处去单杀到处去单干 完全不需要队友 而且说真的你跳到处去找人队友也不太跟得上 但这个版本的话就减少一些这种单兵作战 要多跟队友一起打 其他的话像定位出装都是没什么改变 不过他这个虽然小小一套伤害削了 但是他的T是增强了 现在T是挨的最近的这个单位就能提起来 之前是随机啊 所以说之前是你不但操作上要到位啊 还得靠一点运气 但这个版本只要操作到位了 基本上就能VT起你想打的人想打的人了 而且之前VT了你还得自己选中单位去A 这个版本你现在VT了你不操作 他会他会默认A被T起来的这个单位 就操作上现在这个版本操作简单了 VT也好操作 诶 这边的话 应该可以杀掉啊 还是想打到我恢复还是怎么 一个走位失误给我干掉 然后为什么伤害明显感觉不如之前高了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就是他这个T之前是当个控制来用啊 T起来空中A一下落地A一下 然后还能基本上攻速不是太慢的话 还能接着A就能A三下 就VT技能接三下普攻 就人家才会有一些什么反应啊 或者说 帮助技了 但这个版本基本上你VT在空中A一下 他落地就可以 他落地就已经醒了 就可以给你释放技了 就说之前小小一套伤害是怎么 之前小小一套伤害就是VT三下普攻 这个版本就VT一下普攻 少两下普攻啊 就是因为他这个T的控制作用没之前 就基本上没有控制作用了 之前还是一个控制效果的技能 就你少那么两下普攻 这小小本来攻击就高 少两下普攻 那这伤害其实就要差的挺多的 这边这个人没在这答应 下路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还是不太想去了 作为一个中单 你不能把游子当成主页了 反倒是我们去烧到他 他来烧到我们的NEC挂员果 拿到人头稍微有点尴尬 助攻钱是特别少的 刚才没注意 不过大家可以看视频往回拉一下 我这个是属于一个高等级 我去跟队友一起杀一个低等级的 比如说我六级啊 我去杀一个低等级的 我如果是拿到人头还好 能加个两三百 但拿助攻就钱特别少 如果是我 我六级我去跟队友一起配合杀一个八级的 那哪怕我拿助攻 钱 都是一两百 就至少一两百 但像我这种高等级去跟队友配合杀 低等级拿助攻的话 就只有几十块啊 所以刚才我是虽然是必死 但是我还是想K这个头 没有来了 其实说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远古封了 一老永逸啊 你这样搞的话给了我很多可乘之机啊 哎 我怎么冲上去了 哎哟我准备 哎我说的时候怎么就人上去了 我准备在下面等他 然后顺便回点魔 就正好VT把他杀了 还好是队友给我让了个斧啊 暖暖的 站个角度 不过刚才这个场景呢 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没错啊 这期视频我看过 小小MVP 末日最后拿了个姜 僵硬的 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吧 因为我有一阵也把NEC打过好几次 挂远古啊 如果像他们这版没有隐身英雄的情况下 你就直接把远古封了 如果你们有隐身英雄的话 你就可以去分经验 分经验的时间给大家说一下 你可以三分钟去啊 反正三分来钟 就这个怪就开始死了 开始死怪了 反经验反正三分 肥鱼怎么肥死这些人 不可能这会儿都有眼了吧 哇 这个人往冰里跑 你往冰里跑 奈何我太屌 还是把你威气 还是把你威气 然后一顿秒 横批 瞒到牛逼啊 好的好的 即幸福是一手 哇 这一波 他人没间了 而且还在这儿放了个应该是有眼 这对我们很重要 上河道是有眼 我也想要这种要游走的英雄 这个信息 诶 这边 哇 他直接拉 那你就要送攻击了 不过我应该要死了 我直接先把遗产买了 遗产买光 备杠固荒 可以 跳刀非常快就出了 不过我发现好像满血的我都杀不了啊 好肉啊这些人 AA可以杀 把牛逼杀了 这个跳刀应该是非常的图 不然 再带两组眼 小小其实有跳之后 一定要做一些进攻眼 自己去做 鉴鱼伤害有点削了 让小兵再摸他两下 小兵没摸 你看这多蛋疼 我就A了一下 这我A了一下 这我A了一下 牛逼肯定要问 哎哎 你在中路干嘛 养猪吗 咱们感觉还有点不对啊 有点不对近这句话 这里 没想到吧 我神不知鬼不觉的 插了一个非常深的进攻眼 但是我现在没TPCD 位置好深 哇 这就很感受了呀 完了完了 本来特别肥被减肥了 放进去 幻蚂 不你 行 行 行 走 船 知道 有点 有点 这边为了让我这个眼能够多存活一会儿 才用了一个欺骗战术 他点个灯好烦 哎呀你就别跟来了呀 哎呀我的哥呀 哇顶着个灯给对面开视野 哇好可惜啊 还要把他抗死 这边马上断好 那这波团基本上也是打完了啊 这里的话就特别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淘宝店铺啊 这个也是一个看下方视频的粉丝做的一个店啊 卖的话是纯棉的床上用品 就是床单被套到这些床上的这种家访啊 然后质量也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应该因为现在是新店 所以都是不赚钱来卖的啊 大家可以扫一下 屏幕右下方的淘宝店二维码进店 看一看 特别是现在夏天到了嘛 店里面有很多夏天的产品 像粮洗啊文帐这些东西 进店的话 报小满的名字 店长也会免费送大家一个原价26元的枕头枕心啊 这里要强调一下 不是说你非得买其他东西才做啊 即使你不买其他的东西 也是可以直接送给大家的 大家只需要在收到这个东西之后 给个五星好评就可以了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逛一逛 收藏一下店铺什么的 也当成是支持小满了 然后大家如果不需要去店里看一看 也是 就是 就当是帮小满 一个忙啊 还可以去看一看 特别是那种 那个二十 价值26元的整整整心 你哪怕不花钱啊 也是可以直接送给你 就是你不需要买其他东西 也是可以直接寄给你 只需要你到时候给个好评就可以了 就说拿产品免费来获得好评 可以说是 店主特别的实诚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也都是看小满视频的粉丝 需要进店的话就扫一下屏幕右方的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好的 这里的话也是 总的来说局势还是 扑住啊 优鬼的发育环境还不错 所以 这会儿也是批于奔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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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以前的一些操作习惯啊 刚才想直接T起来 就省个V 把双妹开了 杀他 后来一想这个T 属于怎么说呢 阉割版了 刚才大家也看到我杀牛头 一个VT之后 就A了一下 他就把E开出来了 大家可以想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情 他那个E是有抬手的 都能直接E出来 让我A不住第二下 你更别说小Y这种没有抬手的空 就哪怕你攻速很快 你也就只能A下 之前的话那就能T起来A几下 这上路有点 这一波说真的倒是A一下一个T能杀 我给你双倍 我感觉 杀害低就是这个原因 之前 我之前还一度觉得 他那个伤害的VT伤害机制 是不是有点更改 导致他伤害低了 我感觉好像也不 不是啊 因为刚才一个T T兵 掉的血也还跟以前差不多 包括 TV收一波兵 也是一样的 就是之前VTA3下 现在VTA1下 就那一套伤害 就是因为这个T 那对于我们这种小小老玩家 感觉还是一个挺明显的削弱 因为我们之前T人 虽然说是默认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小技巧在里面 就他判定的范围 就是你要去VT 哪怕他周围有单位 你去T你就要跳一个 你跳的那个位置啊 就是要离他们远 就是尽量让你想T的这个人 周围没有其他可以判定的单位 稍微有点复杂 就哪怕他站在兵 他旁边有几个单位 但是我可以跳他一个侧面 就就我那个方向是没有 就是我的判定范围是没有其他单位的 虽然他跟其他兵按在一起 因为他不可能是重合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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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直接把你也是有队 没有队友的话 我只能A一下跳到GVT 之前想很多人说 哎为什么人家在兵里面 你这个跳过去就能把那个人踢起来 我怎么就经常踢到兵 就跟跳的位置也挺有关系的 不过也还是要看运气 就尽量让这个运气变得少一点 就是说 我跳的这个位置 就之前满吧 我跳的这个位置 只有两个单位是在我T的范围内 那我就有二分之一 结果你跳兵里面 那就是有几个兵 你判定几个兵 那他之前是二分之一的机会踢起来 那如果是五六个兵 是六分之一的机会踢起来 以前是这样 来尽可能把你想打VT的人把他踢起来 哎好像看不到我 我S住 很关键 我这刚好不会一刀打死他 他就很爽了 他就很爽了 哇这就很尴尬了 这个人把 你不是又想把人踢死吧 有过这个想法的人 之前那个守株带兔 守株的那个人是人还是动物啊 忘了 忘了 我刚才之所以说 为什么说这个改动对我们老玩家来说是挺大的削弱 因为老玩家本来想踢起英雄就不是什么难事啊 可以踢得起来我们想踢起来的英雄 这个版本看似增强了让你更容易踢起来了 他也是说 把难度降低了 但之前的那个难度我们能够胜任 至少我是能够胜任的 现在 你看似 把这个难度减低了 但对我打的效果还是把人踢起来 我以前也能把人踢起来 现在也能把人踢起来 反正是这个削弱让我少一两下 是实实在在的少了伤害啊 诶 这边有个大人 话说优鬼过来 我是不是盖S一下 优鬼拿这个人吗 那这边也是到了中期 无聊的刷钱时间 不过这会儿的刷钱比之前版本还要很 因为我是不会特别主动去找人 首先就是我找到人也 杀起来也 基本上伤害会有点不够啊 而且重要的是 我 特别深的去找人啊 我动手哪怕杀掉我都不能一起 反倒是 我在外面如果遇到我动个手 杀不掉算了 诶 这边的话运气比较不错啊 这刚好是遇到一个 诶 遇到其他人感觉都杀不掉 鱼人也是夹腿1000的那个辅助 什么末日杀的肯定秒不掉 那我们这里就开始下这期视频的观众互动环节吧 观众问的环节 这期问的环节的问题就是 你经历过一个 经历的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最遗憾的事情 哇 这不是出BKB 还出了个散伐就更肉了 这个混沌看起来后期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有点金而且再出分身 我这个装备没什么好想的了 有余人跟末日就必出分身 小小小一般这个装备之后 要么就是你们想打正面的BKB 一般情况下出强袭的居多 现在有个银月之金 银月也可以出 按这把这把的话是分身特别厉害 特别适合吧也不是说厉害 因为点灯可以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感动末日了 末日在这边过来想打 你直接一个VT 把分身开出来 拉一个假的走 他特别可能把这个假的给打了 其实小小这种英雄出分身 就是开分身然后拉个假的走 特别好用 エミュ人 有什么好用 有什么好用 想干凭 好 好的 我当你了 不该要做 你把其他人 打算比AD 是 像我之前的话我把这个也一打我就会往左边逛一下 现在的话我就是我中期就不像之前啊 那么迫切的想去抓人啊 这会儿就打钱就好了 缘分抓人 之前是要去找人杀 现在无所谓 打打钱就行 也是跟他这个变化之后的一些不同 不过实实在在的还是削弱了 这少A那两下 特别对现在这两下 那真的就是伤害差一大截 而且到后期无论是A战之后攻击那么高 还有这个后面补的这些加工处的装备啊 可能都不止多让你A两下了 三四下都可能 我说呢 现在小小更更不容易死了 之前小小因为那一套包发比较足 能杀很多人 就特别喜欢 就去特别深的位置找人啊 就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人家刚好蹲在那里 睁眼给上把你给杀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你动手把人杀了 反正被留了 现在的话我我我伤害没那么高 我根本不去太深的位置找人 反倒就是我会刷的更多一点 扫死一次 特别在这有一战之后 扫死一次要多上很多钱 我们装备来弥补 扫死了两次 那我觉得能到缘故也去看一下 因为打缘故的话 应该会掉一点血 这怪怎么回事啊 你瞎了吗你 这怪他妈不病啊 真是操了这野怪他爹了 哎哟这个怪真的是要了命了呀 哇为什么他要跑啊 他站这让我打了我跑了 他们都来不及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墨子就没有朝我这的一个动向 还是在打钱 如果他朝我这的话 我就直接跑 我这波没大 就刚才墨子如果不给大的话 我应该能换一个 这个他给的还是比较明智 但他们如果想推的话 就不是很明智 我们优鬼是有规要的 其他队友战斗力也还过得去 我们上了 哇这个 动手开大 可以 动手开大让牛头跳不出来 这馄饨 都要把他们 我刚才还以为 那个军团是被打死的 那就没必要 因为明显这波团还有后续啊 NC直接打一个B十字 这个是被他烫死的 我估计他也想打 结果来不及了 这边上这些什么都跟以前是一样的 这种类似怎么说呢 因为其他英雄都 有普遍增强啊 至少这些热门英雄 哇 这 哇 怎么回事啊 这都不死啊 我三级大 我三级大 的VT A一下他那点选的不死 两次了 刚才有一次也是打成残血 不过被NC烫死了 这边没路人 我这拉个夹子走 这边哪怕来人了 我估计那些有线手雷都会往后面跳 然后我这个真身我就淡定的把他A了 然后要么跳到要么引到 这个技巧是特别实用的 有的时候本来他们 他是能杀你的 不过你骗一下 他就追那个了 然后你这个本体在这里A他A他这两下 他没给你技能 你再给他一个VT什么 那个假的就明白他大 他是A账大 我这个T的有点CD 哇 我是不是想多了 我直接A啊 他大我我也死不了 但他确实A账大 我不是很想吃 我想等一下T好了 我跳 虽然我跳是好了 我想稍微等一下T 结果后来我感觉他马上能跳了 我 不想等T了 不过一个跳就来不及了呀 这把沙漠真的是特别不顺利 我怎么感觉我像是我这个这个角度看这个小狗有点奇怪啊不像是站着像是飞行状态 这把这把如果团队的话可以先开大 如果团队的话可以先开大 我们找至少我们找一个人 大呀 正好被追了 他怎么又是沙漠啊 感觉杀不掉 感觉杀不掉 差真的就差这么点 真的杀不掉 哇 而且这沙漠他怎么要给我带啊 我是有盾的 所以我这么没开分身 可以来一下我好像 哎 这没必要吧 哎哟 这来 我又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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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人他不把本体拉走吗 还好我早有准备直接给他干 有分身府不是很花 哎 哎 这我被动过 我都不知道吃了这个技能 哎哟 再假装拉一个假的 哎他会给我这个点灯 给我转身的那个 如果他好像都没点他直接杀NEC去了 刚才你别小看我刚才这个小操作 因为我这会再被点灯就特别难受了 所以我还是要操作一个瞎换下 他一脚踩 如果他刚才就我在的话 他应该是会直接给我转身的那个小小点灯 好了 我又那个加了个 还不知道 哎应该发现了 我替他一下 跑了 跑了破两路 对面有点懵逼我这个手 分身府拉幻象走这一招特别好用 无论是拆塔打架打团 任何时候 反正我是屡试不爽啊 基本上开分身十有八九我都是拉假的 而且好像哪怕对面是开图的都分辨不了本体 那这边的话也是 对面分分离开游戏 我这边也话不多说 赶紧公布干涉 问答环节的答案 就说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 我这一生中最遗憾的事情 我这一生中最遗憾的就是 之前差一点买彩票中五百万啊 就差那么一点点 我就变成万恶的高富帅了 非常的遗憾 好的好的 这也是我们本期视频的装逼教学环节 装逼教学环节 你高富帅我就只差钱了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这把小小感觉挺平常的 但是打到后面这一顿分身斧的操作还是有意思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因为你拉假的走的 这个真的他是你都不用操作 他是带剑射伤害